大家好,我是宣問喜 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七個字,長一點 順多口語順多手 先講講港股情況 今天的港股升跌不是太大 全日反覆上揚 反覆上揚過,又反覆回軟過 最後全日跌少少收市,跌36點 收26,754點 成交少了,只有595億 今天試回,主要受到油股回軟拖累 見了一隻,中石油跌1.6% 考驗4.2元支持位 只不過蘋果概念股今日威水 普遍做得不錯 其中,瑞晶科技可謂一洗颓風 升成一成,突破下降軌 成為市中的重要動力 令到跌幅得以收窄 整個市的情況 今日的市,36點 全日高低位相差不遠 高位26,891 低位26,700左右 全日加起來都是百多點的波動 顯示沒有什麼大的方向 加上成交就縮 只剩六百億都沒有 真是賣賣兩閒 為何賣賣兩閒 可能跟點題的字有關 即是衰多口與衰多手 市場擔心有些人衰多手 又擔心有些人衰多口 所以不太敢動 觀望,讓市場清晰一點 方向再動 先說衰多手 衰多手就是關油價的關係 其實油價昨天明顯回軟 大幅下跌 今天起64元左右 跟之前曾經見過72高位 是差一大距 為何突然大幅回軟 就是跟沙特的產油設施 之前被人襲擊 用無人機襲擊 一度令每天的產量大減 接近5% 其中的計法 令油價飆升上去 飆升上去 但昨天最新消息 原來沙特的產油設施 產能復原的情況 比大家預期更加強 開始大家估計要幾週或幾個月 誰知現在 報名聲已經復原五成 據報其中一個說法 立即油價因而向下 本來是向好 但只不過人家擔心 兩方面的衰多手 零油價 可能再次重拾 升軌都不出奇 不敢看得太好 原因就是 經過最近週末那次 用無人機襲擊後 大家一方面擔心 湖塞武裝分子會否吃過尋味 因為襲擊成本非常低 據報很少的無人機 好像10架已經將 沙特的石油設施炸到暖灑龍 這麼有成本效益 會否再來一次 怕胡塞衰多手 與此同時 當然也怕特朗普衰多手 因為知特朗普已經說到 今次整個事件 很有可能是伊朗在背後搞的 雖然他提出暫時不急於有任何軍事上的應對 但畢竟他將矛頭已經駐到伊朗 雖然這段時間氣氛比較好 特別是前國家安全顧問 波頓被炒 當然波頓是自己辭職 無論如何 對伊朗極鷹派 超級鷹炒後 美伊的氣氛好一點 但現在將矛頭指向伊朗 會否令整個氣氛緊張 令油價回到64元 又再次掉頭上市高位 市場人士擔心 擔心兩方面的衰多手 令氣氛未因油價大幅滑落 而馬上好轉 這是其中的不明農業因素 困擾市場 第二是衰多口 衰多口是跟美國食口有關 近來美國適合不少消息 其中一個是 近來美國的貨幣市場資金比較緊張 令短期利率急升 超過一成 據說這次升後 令之前的好幾倍 最新的利率是之前好幾倍 令到紐約聯儲銀行要出手 買回一些東西 入市 日前已經訂了幾百億美元 去買資產 包括國債至企債 昨天又再訂750億美元 去貨幣市場注資 近來的做法 據說是10年來的首次 2008年之後的首次 上一次金融海嘯以來的首次 令大家非常關心 美國的利率情況如何 特別貨幣市場利率情況如何 適逢今晚聯儲局進行第二日會議 大家更加關心美國的利率走勢 現在市場有兩個說法 一個當然預期會再減息 25點 另一個說法是擔心 減息後聯儲局 特別是鮑威爾會說些甚麼 會否衰多口 昨天節目也提及過 聯儲局鮑威爾過去幾次 說完之後都是一般的 令到市場反應 曾經 無論是去年的7月、10月、12月 和今年的7月 其實都不是太好的反應 特別是去年的10月、12月和今年的7月 市場反應一般 因為市場說些話不合聽 現在大家擔心他今次又再衰多口 為何又再衰多口 一來就是今天 剛剛特朗普又出來吵架 吵架架 說聯儲局應該將利率減到零 甚至以下 現在聯儲局總共有兩例 聯邦基金利率減到零 減成200點子 出來吵一吵 會否令鮑威爾欣酌 特朗普這樣的施壓 反而有另一方向的反應 這可能是衰多口 衰多口意思是說市場不合聽的說話 其中是原因 另一個原因是 現在市場的說法就是 其實現在美國 雖然經濟增長是有放緩的跡象 但是否差到接連減息 這就是成為疑問 市場時就的說法就是 現在失業率仍是處於近50年低位 其一 其二 美股是站於美國道徑師工業平均指數 昨日是27,110點 仍然很貼近歷史高位 換言之美股這麼強勁 失業率又這麼低 究竟現在減息是否一個好事 會不會令大家更加擔心 究竟美國經濟發生了什麼事 要令到聯儲局減息 當然所謂發生什麼事 是不為外人所知的事 這是市場人士的說法 與此同時 聽到近來這麼多聯儲局官員的說法 都顯示聯儲局官員對再減息是有分歧的 在這麼大情況之下 鮑威爾可能是殉眾要求 今次減25點止 認一認市場景 但是減息後 好像上幾次所謂鷹派減息 減息後說言論比較鷹 或者預示不再減了 令市場有不良的反應 所以大家留意住 總結來說 看著幾個位置 怕市場人士衰多口龍衰多手後 究竟市場會將害怕變成恐慌 看幾個位置去判斷 這個首先是渡息公益平均指數 是26,600點左右 50天線 如果穿了 就麻煩了 可能顯示市場人士不僅僅說害怕 而實際上真是害怕 恆生指導也是 看回今天都穿了50天線走勢弱 昨天節目提到關鍵支持是26,300點左右 現在都是看著26,300點 會否失守後市的關鍵所在 整間關係 今天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